第194章,小五,复活,四分之一,雪清河手中金光凝聚,而此时的唐三却受到天使领域净化能力的影响,而无法聚集一丝魂力。 唐三,再见吧,让我亲手来结束你的生命,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放心吧,我会厚葬你,也永远都会记得你。 在你临死之前,就让你看看我的本来面目,相信,你也能死而无憾了。 一边说着,雪清河抬起另一只手,探入自己前巾之内,只见他手腕一翻,迅速掀起,一整张一直连接到发际深处的奇异面具已经被他掀了起来。 尽管此时处于生死边缘,可当唐三看到雪清河的本来面目时,还是不禁因为吃惊而瞳孔一阵收缩。 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雪清河,虽然身材依旧是男人的身材,可他的相貌却变成了一张冷艳的胶颜。 表面看去,他似乎只是二十出头的样子,肌肤如雪,凤母寒微。 与原本雪清河那平易近人的样子相比,他要有个性的多。 挺直的鼻梁,略显纤细的凤母,带着几分微冷的面庞。 咒一看去,他并没有凝蓉蓉,小五那种级别的美,但他那份冰冷中的威严,唐三也只是在鼻鼻冬脸上看到过类似的神情。 这长时间冒充了太子雪清河的前任武魂殿教皇的后代,竟然并非虚美。 唐三又怎能不吃惊呢? 雪清河手中的金光变得越来越浓郁了,看着唐三,他眼中有种难言的复杂情感,其中最多的是探婉。 探婉这样一个人才要毁灭在自己手中。 我的真名叫做千刃雪。 唐三,死在我手中,你总算不是个糊涂鬼了。 一边说着,他仰起的右手在空中缓缓下劈,速度很慢,他的双目也一直凝视着唐三。 在死亡的威胁下,他相信这样能够带给唐三最大的心理压力。 不论怎么说,他心中也还保有着最后一丝希望。 在他看来,只要是人,就都会畏惧死亡。 唐三淡然一笑,男也好,女也罢。 对于我来说,你的身份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你出身于武魂殿,就只能是我的敌人。 难怪你也会冲动地说出自己的秘密。 在果决的背后还有着一丝优柔,原来是女子。 正在这时,皇宫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大贺。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擅闯皇宫? 千刃雪脸色微微一变,眼中的光芒终于被灵力所代替, 沙发果决的一面显露无遗,右手骤然加速, 宽达三米的庞大金色光盏,从天而降,直奔唐三斩去。 下定决心要毁灭唐三,他这一击已经用出了现在所能达到的权力。 就在千刃雪这一击挥出之时,突然,唐三身上属于蓝银黄的蓝金色光芒一傻而逝, 红色光环也就趁着那一瞬间亮起, 一个虚幻的窈窕身影,飘然而出,挡在了唐三面前。 长发飘飘,肌肤胜雪,可不正是灵魂状态下的小五吗? 面对雪清和纳灿金色的光盏,小五脸色略微变了变, 他作为魂迹出现,本身和唐三施展第六魂迹的虚无效果一样, 而且是更为彻底的虚无,任何物理和能量的攻击对他的身体都无法产生效果。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也无法去抵御任何形式的攻击。 所以,他虽然凭借着自己的灵魂之力强行释放出了这第六魂迹, 但现在,他这样的形态是无法替唐三挡住这一击的。 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小五的双眼骤然亮了起来, 灿烂的粉红色光彩令他的双眼变得宛如宝石一般璀璨动人。 在那粉红色的光芒牵影下,一道身影从唐三腰间飘然而出, 瞬间与小五在半空中融为一体。 反身,飞扑,小五张开双臂,长发甩起落在唐三肩头。 而他整个人也就那么投入到唐三的怀抱之中, 用自己的身体去护住了唐三。 也就在这一瞬间,半空中的金色光展露了下来。 那突然从唐三腰间出现的身影自然是小五的本体。 这一刹那,小五的本体与灵魂竟然结合在一起。 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小五的身躯中再不空洞, 那充满了火热的情感令他身心俱正。 小五,这是一个真实的小五。 唐三想动,想要扭转自己的身体去抵挡那金色的光刃。 可是,他现在根本做不到,体内一丝魂力也没有。 那注入他静脉中的净化能量虽然不足以伤害到他, 但每当他的魂力凝聚起一点, 就会与体内的净化能量相互抵消一点。 此时他的力量又如何能与小五抗衡呢? 小五那双闪烁着淡粉色光芒的眼眸, 深深地注视着唐三,紧紧地搂着他的腰。 此时此刻,在他眼中也只有唐三的存在, 仿佛那骤然斩棘在背上的金色光刃根本就不存在似的。 小五,眼看着那金光落在小五身上, 唐三心头剧痛。 两人的身体同时被那强大的力量掀起。 小五翘脸上流露出一丝欣慰, 他又一次保护了自己最爱的男人。 眼神温柔地看着唐三那已经变成了红色的双眼, 哥,一声轻患, 却是对唐三灵魂的震荡。 几个月过去了,当他又一次听到小五的呼唤时, 他眼中的红色尽数褪去, 颤声道,小五, 我的小五,带着一丝甜蜜的微笑。 小五松开,搂住唐三的手臂, 飘身弹起,身体宛如没有重量一般, 直射空中正徐徐下降的千刃雪。 他背后的衣巾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 露出了里面白色的铠甲。 正是那神器级的八宝如意软甲。 千刃雪在伸受重创之后, 他的攻击已经无法超过六十级的程度, 因此,他那一道光斩 只是推动了唐三和小五的身体, 却无法伤害到小五本体。 小五凭借灵魂的召唤, 暂时将自己的灵魂与完全契合的肉体结合在一起, 这才以自身的实体就下了唐三。 小五飞扑向千刃雪, 眼中的温柔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寒意。 他那破空而起的身体在空中接连几次变幻身形, 几乎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来到了千刃雪面前。 两女目光相对,千刃雪是惊骇, 他当然知道小五为了救唐三做出的陷阱。 他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小五竟然会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小五眼中存在的却只有杀意, 双臂张开, 全身已经弥漫上一层强烈的粉红色光芒。 千刃雪刚想距离攻击小五, 胸前却微微一痛, 天使魂利略未一致时, 小五已经来到了, 他身体近前。 小五双臂宛如灵蛇一般, 缠上了千刃雪推巨向自己的手臂, 先腰一晃, 整个人就在这缠绕的瞬间, 完成了对千刃雪的锁定。 整个人已经缠绕上了千刃雪的身体。 千刃雪的身体在小五所定下, 完全陷入了僵硬状态。 小五那经过两大极品仙草改造过的身体, 比以前更加柔韧。 猛然间, 千刃雪的身体已经被小五骤然甩了起来, 由于是在空中, 小五施展的并不是暴杀八段摔。 拥有本体之后, 他就暂时脱离了身为唐三魂祭的范围。 看上去, 小五与千刃雪的身体就像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轮子, 在空中不断地急速旋转, 不时有粉色与金色光芒从中渗出, 粉色在核心, 金色是轮子的外面。 谁都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的能量波动越来越强。 刺屯斗罗与蛇猫斗罗同时色变, 两人对视一眼, 刺屯斗罗骤然前扑, 在五魂真身状态下的庞大身体再次膨胀, 身上的第九魂祭也终于亮了起来。 在千刃雪遇到生命危机的情况下, 这两位封号斗罗也终于按捺不住, 要施展自己最强的实力了。 杨乌狄身上燃烧的黑焰骤然腾起, 他的第八魂环也亮了起来, 而另一边, 独孤伯的第九魂祭也在同时闪亮。 碧灵蛇狂的身体完全变得通透了, 就像是真正的碧玉雕琢。 空中, 在那光轮之中, 金光不断暴闪, 显然是千刃雪在用各种方法试图挣脱, 但不论如何努力, 在重伤的情况下, 他却依旧无法挣脱小五的柔记, 只能伴随着小五的身体飞速旋转, 朝地面落下。 蛇毛斗罗重新化身为人, 手中蛇毛一抖, 瞬间延伸, 变长, 朝着空中的光轮抽击而去。 为了救下千刃雪, 他也顾不得刺吞斗罗现在被围攻了。 就在蛇毛即将抽击在光轮前的刹那, 光轮突然停滞在半空, 紧接着那金色的身影, 已经如同流星一般被甩了出来, 带着无比强烈的威势, 直奔蛇毛斗罗撞击而至。 蛇毛斗罗眼神一宁, 手中蛇毛一圈一抖, 试图通过自己蛇毛对冲力地 控制阶下千刃雪的身体。 但是, 当他的蛇毛与金光刚一碰撞的时候, 脸色顿时大变, 那金色流星的冲击力 远比他判断得要强烈得多。 但他毕竟是一名封号斗罗, 手中蛇毛不断圈出一团团光芒, 尽可能以柔力来抵御那强烈的冲击。 轰, 巨大的轰鸣从蛇毛斗罗身后响起。 惨思声令蛇毛斗罗蛇龙心头一颤, 手中力量的控制顿时送了一分。 距离撞击而下, 他带着那充满金色的流星飞速后退, 一连退出十余步才勉强站稳。 为了挡住那强烈的冲力, 难免力量用得大了些。 金光停滞, 千刃雪蛙的一声, 一口鲜血喷在了蛇毛斗罗胸前。 在晕倒前的瞬间, 他还忍不住回手看向唐三的方向。 尽管眼前已经一片朦胧, 但眼神中却依旧充满了不甘。 这才软倒在蛇毛斗罗怀中晕了过去。 另一边的刺吞斗罗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的实力虽然比独孤伯要强上一些, 武魂也是克制独孤伯的。 但是, 杨无敌的武魂却恰好克制了他的武魂。 尽管杨无敌只是一名魂斗罗, 但是, 他的攻击力却绝对是封号斗罗级别的。 同时面对两人最强的攻击, 刺吞斗罗的下场可想而知, 他那膨胀的身体再次破开。 这一次, 独孤伯趁机而入, 强烈的闭光直接用第九魂迹的恐怖腐蚀力 腐蚀掉了刺吞斗罗武魂真身状态下一半的身体。 独孤伯与杨无敌同时喷血, 但刺吞斗罗却像是破麻袋一半恢复本体重, 摔在蛇毛斗罗身边。 浑身浴血, 生死不知。 他们先前, 那全力碰撞所产生的魂力外放 令周围上百名魂尸 至少有一半丧生在他们的顶级魂级波及之中。 独孤伯与杨无敌不敢停顿, 两人强忍身体的伤势, 飞速来到唐三两侧, 一左一右守护在他身边。 小五从天而降, 再次扑入唐三怀中, 来自灵魂的共鸣, 令两人的身体同时颤抖了一下。 这一次, 小五没有开口, 只是指示着唐三送上自己的红唇, 在唐三唇上轻轻碰触。 下一刻, 他的身体已经软软地倒在唐三怀抱之中, 灵魂重新化为一道粉红色光彩融入唐三体内。 感受着小五那因为失去灵魂而变软的身体, 唐三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悲意。 如果不是武魂殿, 小五又怎么会受那么多苦? 蛇毛斗罗一只手搂着千刃血, 怒吓一声, 杀了他们。 还活着的几十名武魂殿魂师都是级别相对较高的, 在他的一生令下中, 武魂释放,从四面八方朝着唐三三人围了上来。 此时, 唐三等人已经都是强弩之末, 尤其是唐三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罗。 正在这危机关头, 突然, 三道身影从天而降, 呈三角形落在唐三三人周围, 正好将三人围拢在内。 月、月、 升、 灰、 黄、 金、 转。 三道强烈的金光同时从三个人身上冲天而起, 金光弥漫, 瞬间以三人为顶点, 构筑成了一个金色的三角。 三角最内部是一个金色光圈, 周围全部是各种复杂的纹路。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以弗兰德为首, 加上大师和柳二龙组成的黄金铁三角。 此时的弗兰德三人全身都弥漫上了一层闪亮的金色。 弗兰德与柳二龙缓缓闭上了自己的双眼, 而大师眼中的光芒却明显变得明亮起来, 犹如两刀利剑一般定向前方冲来的数十魂师。 高达99%之多的契合杜林三人的五魂融合技艺瞬间完成。 以大师三人为顶点, 强烈的三角形光柱冲天而起。 此时, 五魂殿的魂师们开始朝着他们这边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但在那金光的保护下, 他们的攻击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黄金铁三角施展五魂融合技的时候, 护体金光会产生出类似于唐三无敌精深的效果。 大师那充斥着死骑般冰冷的目光突然变得光彩夺目, 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 朝着三人形成的金色三角中央空中抬起。 罗三炮!伴随着大师那仿佛龙银般的低吼。 胖乎乎的罗三炮凭空出现, 正好落在那金色三角中央的圆环花纹之中。 刹那间, 大师三人身上同时涌现出各自的光环。 大师是四个, 弗兰德和柳二龙都是八个, 一共二十个光环竟然从他们身上飘然而出, 朝着金色光环中央的三炮飞去。 庞大的压迫力不只是逼迫的那些五魂电谱通魂师飞速跌退, 就连蛇毛斗罗也是脸色大变, 他清晰地感觉到, 眼前这强烈的金光已经超越了自己全胜状态时所能产生的威压。 当机立断, 另一只手抓起重疮倒地的刺臀斗罗, 抱着千刃血腾身而起, 利用那些普通魂师的掩护, 几个起落消失在远方。 大师三人一共二十个光环同时落在了罗三炮身上, 之前还看上去极为可爱的罗三炮仿佛承受着巨大痛苦一般, 仰天发出一声强烈的龙吟, 紧接着, 他那胖乎乎的身体在二十个魂环夹在之下, 开始了剧烈的膨胀, 并随着黄金三角中释放的光芒徐徐上升。 罗三炮的身体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成长着, 从他那胖乎乎的身体上开始生出大片大片的菱形菱片, 一块块坚实的肌肉隆起, 庞大的身体不断扩张, 两根扭曲的脚从头顶生长而出, 蓝紫色的光芒不断在身体周围激荡, 罗三炮的身体就已经扩展到了身长近三十米的程度, 背后鳞片裂开, 一对巨大的龙翼舒展开来, 龙翼张开, 不需要金光辅助, 它也能够漂浮在半空之中, 原本流露着憨厚气息的双眼, 威龙四射, 和它的身体一样, 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 此时的罗三炮再不是那四猪四狗的生物, 而是变成了一头威风凛凛, 顾盼生辉的金色巨龙。 腹下四爪, 全身覆盖着厚实的龙铃, 金色龙眸内充斥着威严的气息, 那强大的龙威四散, 令周围的五魂电魂师们再也不敢前扑, 一个个在惊慌之中缓缓后退。 一道道金色电光围绕在罗三炮身体周围, 罗三炮全身光芒四射, 悬浮在那里就像一颗金色的太阳。 唐三虽然身体虚弱, 但他的精神还是极为清醒的, 一边小心翼翼地将昏迷状态的小五 收入自己的如意百宝囊, 一边低喝一声快保护血液大帝。 大帝绝不能死。 在蛇毛斗罗带着千刃血和刺臀斗罗 从另一个方向离开之时, 他已经暗暗松了口气。 显然, 蛇毛斗罗有些惊慌, 并没有反身回寝宫, 他怕因此而被看不透的黄金铁三角击杀。 殊不知, 黄金铁三角这五魂融合剂最大的缺陷就是攻击范围。 化身黄金圣龙的罗三炮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攻击。 接下来的战斗毫无悬念, 附加了20个魂环变异后的罗三炮, 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就连曾经凭借碧灵蛇皇与其战斗过的独孤伯也是大为惊骇。 他此时才知道, 黄金铁三角的五魂融合剂竟然已经进化到了这种程度。 就算是现在顶级的封号斗罗, 想要战胜他们也绝非一事。 自从大师与柳二龙正式确立了关系, 黄金铁三角重新走到了一起。 这些年以来, 史莱克七怪虽然在进步, 但他们也同样在进步, 就算进步的速度要比史莱克七怪慢得多。 但不要忘了, 在他们之中, 有一个以前实力低微的大师。 经过唐三提供的九瓶子汁解决了修炼上限的问题之后, 大师突破三十级后的这数年时间来, 魂力一直都在不断地进步, 现在也达到了四十多级的程度, 也就是多了两个魂环。 而弗兰德与柳二龙也都进化成为了魂斗罗级别的强者, 相当于令他们这三位一体五魂融合剂产生了值得飞跃。 五魂融合剂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将施展技能的每一名魂尸实力融合在一起后发挥效果。 也就是说, 在施展一个五魂融合剂的时候, 参与其中的每一名魂尸实力提升, 都会令五魂融合剂的威力提升。 这也是为什么参与人数越多, 五魂融合剂威力就越大的重要原因。 所以, 此时的罗三炮实力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这些大都不超过六十级的魂尸, 先前又收到了绝顶魂迹的震荡。 此时此刻, 还怎么可能挡得住罗三炮的攻击呢? 几口神圣吐息喷吐之后, 留下了一地尸体, 剑机快跑掉的。 不到三分之一。 为了控制雪叶大地这边的情况, 之前千任雪将近味都驱散了。 唐三来不及和大师他们交流, 在独孤伯和杨无敌的辅助下, 飞快地闯入寝宫之中。 当他们站在雪叶大地床前的时候, 唐三这才松了口气, 至少雪叶大地还活着。 这位原本统治者庞大帝国的帝皇, 此时却已是奄奄一息。 床边的侍女焦急地垂泪, 要是帝王死了, 他们是都要陪葬的。 独孤伯有些粗鲁地扯开侍女, 他一直在为雪叶大地疗毒, 对他的情况也自然熟悉, 凑到镜前, 拨开雪叶大地的眼皮, 仔细地看了看, 雪叶大地的白眼珠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 脸上更是漆黑如墨。 独孤伯沉声道, 毒发了, 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千刃雪的丫头, 是不是又给他下了毒? 不过他很快就要不行了, 最多还能坚持一炷香的时间。 唐三和杨乌迪也都是用毒的高手, 两人都在仔细观察着现在雪叶大地的情况, 很明显, 雪叶大地的情况极其糟糕, 现在也只是吊着一口气而已, 随时都有可能断气而亡。 唐三仔细地判断了一下, 发现自己身上所带的药物很难起到作用。 雪叶大地中毒的情况已经太深了, 就在他思索着要以怎样的方法来帮助雪叶大地苟延残喘下去, 至少要将眼前的情况处理完在死时, 突然听到杨乌迪轻一声。 杨乌迪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枚银针, 那并不是纯银的银针, 看上去是一种特殊的金属, 上面闪烁的银色光芒中夹杂着几分惺惺点点的紫意。 手捏银针略微沉吟了一下, 杨乌迪手腕一抖, 银针已经刺入了雪叶大地的麦门, 他的手法极为巧妙。 银针顺着雪叶大地的麦麦而入, 探入到整个麦麦之中。 唐三和独孤伯都没有开口, 他们都没有办法,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杨乌迪了。 三秒后, 杨乌迪手指轻弹, 那枚银针已经从雪叶大地的麦麦中跳了出来。 当银针落在他手上时, 唐三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在那修长的银针之上, 竟然有着不同的七种颜色。 竟然是七种毒物形成的混毒。 难怪老怪物业无法解除了。 杨乌迪长老, 您认识这种毒吗? 只要能找出他的配方, 我们就有机会救火雪叶大地。 杨乌迪的脸色看上去有些怪异, 捏着银针的手甚至在微微地颤抖。 看向唐三, 简短地说道, 我们要带他回去。 这毒我能减, 但需要时间。 唐三大喜, 目光看向独孤伯, 老怪物, 你以毒攻毒能够让他活多久? 独孤伯沉引道, 十二个时辰绝无问题。 但是, 如果这次再就不活他, 他就必死无疑, 神仙难救了。 唐三毫不犹豫地道, 动手。 独孤伯点了点头, 用指甲划破自己的手指, 在一层绿光的逼迫下, 一滴碗如墨汁般的毒液, 缓缓从他指尖处涌出。 他没有直接将那毒液 给雪叶大地扶下, 而是空着的另一只手 开始飞快地在雪叶大地身上拍击起来。 唐三没有去追问杨无敌的意向, 只是向他点了点头, 杨长老, 雪叶大地就交给你和老怪物了。 此时, 他体内的净化效果终于消失了。 虽然体内依旧是一片空虚, 但走路还是可以的。 黄金铁三角此时已经收了五魂融合剂, 守卫在寝宫门口。 唐三来到他们身边, 弗兰德院长,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学院那边怎么样? 他没有去问大师, 而是问的弗兰德, 这是对弗兰德的尊重, 毕竟弗兰德是黄金铁三角的老大。 弗兰德沉声道, 我们是趁乱进来的, 看到你的求救信号, 我们就知道出事了。 先稳住了学院内那些天斗帝国皇室的魂师, 但我们的人也必须都留在那里。 然后我们绕开了大批守在学院附近的敌人, 快速赶了过来。 抵达的时候, 正好看到大批的魂师在攻击皇宫, 被皇宫禁卫阻挡在外。 那些人里面似乎有力之一足的人, 我们也就是趁着他们所制造的混乱冲了过来。 不过, 我们进来之前, 已经看到那边有皇宫内的魂师过去支援了。 唐三眼神微动, 简单地思索了一下后, 道, 我们必须要赶快离开这里。 在雪爷大地没有恢复之前, 我们还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那些攻击皇室的魂师, 应该是来自于我们唐门。 这也是千刃雪算漏的地方。 只是没想到, 皇室的防御这么严密。 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来, 恐怕我们这边的情况就不妙了。 千刃雪就是雪清河, 就是刚才那名女子, 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 一直化妆成雪清河的样子, 她还是武魂殿上任教皇的女儿。 简单的几句话, 唐三已经将这边的情况解释清楚了。 大师道, 先回学院, 只有得到雪爷大地的支持, 我们才能发起反攻。 皇宫防御严密, 我们要赶快走, 不然你们唐门的损失就要大了。 正说话间, 一道白色身影, 以极快的速度超这边飞了过来。 唐三看到那身影, 赶忙示意身边的柳二龙发出信号。 一团火焰吸引了那白色身影的注意, 飘身而落。 正是敏之一族组长白鹤。 白鹤看到唐三平安无事, 顿时松了口气。 宗主, 你没事吧? 这是怎么回事? 唐三看到白鹤也是心中大喜, 赶忙道, 九公, 您先别问我怎么回事。 麻烦您立刻传信给本门弟子, 撤退, 不要回宗门, 直接去史莱克学院。 我们马上就去, 与你们会合。 白鹤看得出唐三眼中的焦急, 向大师等人微微汗手后腾空而起, 如同烟云一般消失不见。 看得大师三人不禁暗暗炸舌。 刘二龙赞叹道, 好快的速度, 同样能飞, 我们和他相比实在要差得远了。 大师道, 他应该还没有真正展现出自己的速度。 如果我没猜错, 这位就是敏之一族的组长吧。 据说, 如果他全力飞行的话, 能够在三天之内穿越整片大陆。 买是当今天天下速度第一的魂师, 无人能比。 通过大师的解释, 弗兰德和柳二龙才明白白鹤的速度有多么恐怖。 小怪物, 我这边好了。 怎么办? 唐三扭头看时, 只见独孤伯背着雪叶大帝和杨乌迪已经走了过来。 没有半分犹豫, 唐三沉声道, 立刻突围。 回学院。 弗兰德院长, 老师, 要麻烦你们了。 一行六人出了寝宫, 在独孤伯的带领下朝着一个方向冲了过去。 每等黄金铁三角发挥, 杨乌迪就率先冲在了前面。 杨乌迪和唐三剧中黄金铁三角断后, 独孤伯不但要背负雪叶大帝, 还要辅助唐三前进。 虽然他魂力消耗不少, 但速度却并未减慢。 除了寝宫不远, 他们就遇到了黄世晋卫军, 在这种时候, 最重要的是时间。 而杨乌迪的破魂枪冲在前面当作冲击的风锐, 再适合不过, 破魂枪所到之处, 所向披靡, 六人几乎速度丝毫不减地向外冲去。 此时, 整个黄宫都已经乱了起来, 之前唐三与千刃雪在空中那一战惊动了整座黄宫, 再加上外面的进攻, 无疑令黄宫内院的禁卫军一时间完全忙乱起来。 其中最受到注意的, 无疑就是唐门那发动攻击的千余魂师, 他们吸引了大量的禁卫军。 唐三六人中, 现在只有唐三没什么战斗实力, 剩余的五人中, 就算大师也有四十多级。 再加上三名魂斗罗, 一名封号斗罗的存在, 又岂是禁卫军能够阻挡住的? 速度极快地杀出重围, 出了皇宫绝尘而去。 蛇毛斗罗固不上去, 就只奄奄一息地刺臀斗罗, 双手抵在千刃雪背后帮他疗伤。 千刃雪的五魂毕竟强悍, 时间不长, 已经缓缓清醒过来, 对于别人来说是净化的天使五魂力, 对于他自己来说有着极强的治疗作用。 但此时他清醒后, 却顾不得立刻为自己疗伤, 而是强行站起身看向蛇毛斗罗, 急切地问道, 雪夜大地呢? 听千刃雪这么一问, 蛇毛斗罗也清醒过来, 顿时脸色一变。 第195章, 六块, 魂骨, 天使神装, 看到他这样的脸色, 千刃雪原本从容冰冷的面庞上, 顿时如同冰风一般寒冷, 但此时他也顾不得责怪蛇毛斗罗, 急促地道, 快, 蛇叔叔, 别管我, 去调派所有我们的人, 封锁皇宫, 捉拿唐三他们, 务必不能让他们带着雪夜大地逃走。 蛇毛斗罗尺一道, 那七宝琉立宗那边怎么办? 千刃雪断燃道, 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我们拿下雪夜大地, 或者确认他已经死亡, 就还有机会。 雪清河必须要继承皇位, 不然, 我们就是功亏一篑。 五魂殿还有另外两名封号斗罗在皇宫之内, 只要由他们带领大量五魂殿魂尸进行围剿, 唐三他们是不可能逃出皇宫的。 只是蛇毛斗罗没敢告诉千刃雪, 从之前他昏迷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蛇毛斗罗点了点头, 留下千刃雪, 飞升而起, 转眼间消失不见。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千刃雪突然像是失去了全部力气了一般软倒在地。 难难地道, 希望还来得及吧。 唐三啊唐三, 难道你真的是我命中的克星妖? 在如此胜券在握的情况下? 你依旧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喘息了一会儿后, 千刃雪脸上恢复了几分血色, 看了一眼身边被鲜血染红的刺屯斗罗, 勉强提起精神, 重新戴上雪清河的面具后, 将体内不多的天使魂力缓缓释放出来, 弥漫在自己与刺屯斗罗身上, 助其疗伤。 半个时辰后, 千刃雪在天使魂力的作用下, 伤势恢复到了五成以上, 刺屯斗罗也清醒过来。 正在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主导皇宫局面时, 蛇猫斗罗回来了。 蛇叔叔, 情况怎么样? 千刃雪迫不及待地问道, 蛇龙脸色铁青地道, 唐三他们已经跑了, 带走了血液大地。 不过我们还控制着皇宫的局面, 七宝琉璃宗没有发现我们的动向, 还是被困在宗门之中并未趁机出来。 千刃雪脚下一个亮枪, 眼中光彩瞬间暗淡下去。 完了, 这下全完了, 一招败, 满盘皆输。 蛇猫斗罗蛇龙忍不住道, 少主, 现在皇宫还在我们的控制之内。 而且, 血液中毒已身必死无疑。 只要我们对外宣布大地已亡, 顺利继位之后再收拾那些人, 也不晚啊。 千刃雪苦笑道, 你太小看唐三了, 他怎么会给我这样的机会? 唐三和独孤伯都是擅长用毒之人, 尤其是独孤伯这个封号斗罗, 之前他曾经数次暂时挽救了血液的命。 如果他们发现血液的毒真的救治不了, 完全可以让他暂时清醒过来主持大局。 而现在他们却将血液带走了, 那就证明他们又治疗好血液的把握。 不要忘了, 在史莱克学院还有千余学员和属于皇室的两千多名魂师。 这三千人加起来又有血液侵在。 当他们重新来到皇宫时, 你认为皇宫内的禁卫和那些属于皇室的魂师会如何? 他们会立刻反戈一击。 我们武魂殿来的人虽然不少, 但绝不可能在天斗城内与他们抗衡。 或许会两败俱伤, 但最后全军覆没的肯定是我们。 蛇龙咬了咬牙, 道, 少主, 让我们几个老家伙去试一试吧。 不算刺血, 我们也还有三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只要我们将血液袭杀, 就能掌握这边的情况。 千余学默默地摇了摇头, 蛇叔叔, 晚了, 如果是平时,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但现在唐三他们救走了血液。 你认为他们会怎样来保护呢? 传我命令, 调集五魂殿所属全部人等, 以及皇宫内属于皇室那两千名魂尸, 今晚就对七宝琉璃宗动手。 由皇室的两千名魂尸当作炮灰, 就算这次我们失败了, 也要将七宝琉璃宗彻底毁灭, 不然养虎为患, 未来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 听了千余学的话, 蛇龙骇然发现, 他竟然要放弃多年的谋划。 少主, 你在天斗皇宫潜伏这么多年, 难道, 难道我们就这么放弃了? 千余学生吸口气, 二十年的潜伏啊, 尽管他保养得很好, 但他实际的年龄也是和雪清和差不多的。 少女最美好的十年, 他都用在了潜伏之中, 每天都要使用特殊的变形术改变自己的体态, 以男性使人。 就这么失败了, 他怎能甘心? 但是, 千余学虽是女子, 可却有着一代枭雄的心性, 他很清楚目前的局势。 虽然他不愿意承认, 但这次却是他输了。 输给了唐三, 当断则断, 不然反受其乱。 蛇叔说, 传我的命令吧。 击溃七宝流离宗后, 我们立刻离开天斗城。 今后, 还有的是机会。 银牙紧咬, 千人雪遥望史莱克学院的方向, 用力地呼吸着并不算纯净的空气, 脑海中满是那被他当作一生对手的英俊相貌。 出了皇宫, 唐三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向身后的弗兰德问道, 弗兰德院长, 守在学院外的魂师有多少? 他们是天斗帝国皇室的人? 还是武魂殿的人? 弗兰德道应该不是天斗帝国皇室的人。 我们特意让在学院中修炼的那些皇室魂师辨认过, 并非他们的人。 数量大概在一千左右。 唐三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 千人雪果然没有骗我。 杨无敌长老, 麻烦你带老乖物回咱们唐门, 立刻为雪业大地进行疗伤。 弗兰德院长, 您和老师、 二龙老师一起回学院, 调遣一部分高等魂师。 稍后, 我们唐门的人会到学院, 我们里外加工, 击亏乃至魂师队伍。 其实有杨无敌一个人带着雪业大地返回唐门, 也已经足够了。 但雪业大地实在太重要了, 有独孤博在, 两人相互照应, 只要别遇到两名以上的封号斗罗, 就不会有问题。 弗兰德眉头微皱, 啊, 小三,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学院的学员实力都不强, 加上四元素学院那边, 老师的数量也只有五十人左右。 唐三道, 千人雪之前说过, 这次武魂殿侵入的魂师一共有三千人, 其中两千余皇室的两千余魂师控制着七宝琉璃宗那边。 他带来的封号斗罗除了之前对付我们的两名以外, 剩余的两名也在那边。 也就是说, 我们学院外的这千名魂师中并没有封号斗罗级别的存在。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个极好的机会。 我们唐门也有千名左右的魂师, 以单属四宗族为主。 单属四宗族单一一个虽然都有破绽, 但在一起却是相得一张。 又有三位魂斗罗级别的组长带领。 实力绝不会弱于对手。 学院的老师们都是强者, 还有你们形成不次于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 击溃对手绝无问题。 弗兰德道, 那为什么不把血液大地带过去? 有他在, 我们应该能够调动得了那些皇室的魂师。 没等唐三开口, 弗兰德的话就已经被大师否定了, 那不可能。 看到我们带着中毒的血液大地, 恐怕会起到反作用。 唐三眼中闪烁着犹豫的光芒, 凉酒,叹息一声, 算了。 就放过他们吧。 我们还是一同去学院, 驱赶那些魂师就是了。 我必须要考虑到唐门弟子的伤亡问题。 可惜, 我们的暗器还没有成形。 听了他这句话, 众人纷纷点头, 杨无敌是个例外, 但他看着唐三的目光明显多了点什么。 不过, 有些事情似乎是上天注定的。 当他们来到史莱克学院附近的时候, 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战场。 令众人吃惊的是, 投入战斗的魂师总数竟然超过了三千以上。 而这其中, 还并没有任何来自史莱克学院的魂师。 一道道绚丽的采光在空中纵横, 双方魂师中, 一边已经完全溃败, 只剩余几百魂师, 他们还是被总数超过两千的两拨魂师加工在中央, 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了。 中央剩余的几百魂师正是属于五魂殿的, 而正在不断吞噬他们的两拨魂师中。 左侧最前方, 是两个身材极其高大的魂师, 两人身上都有八个魂环闪亮。 宛如推土机一般前进, 左侧那名魂师根本不做任何防御, 任由对手的攻击落在自己身上, 而站在他身边的强壮魂师, 则不断爆发出一次又一次的强横攻击。 被加工的几百名魂师中, 分出五, 六名魂圣才勉强挡住他们。 但是, 这边的魂师攻击却依旧犀利, 他们组合成近乎完美的阵型, 每四个人一组, 其中一道飞速的身影扰乱敌人, 另外三人中, 一防御, 两进攻。 强悍的力量, 加上锋锐的破魂枪, 杀得对手不断后退, 留下一具具尸体。 而对手想要伤害到他们, 却极其困难, 因为在四人小组中, 那名负责防御的魂师, 防御力实在太强了。 只要等级差距不超过十几以上, 任何魂迹都别想对他们造成伤害。 这些正在不断强攻的魂师, 正是来自于唐门, 原属于丹蜀四宗族的魂师们。 他们得到了白鹤传来的消息, 朝这边撤来。 迎面就遇到了武魂殿那千名魂师。 就在他们考虑是否要动手的时候, 另一边却突然出现了接近两千名魂师之多。 当泰坦看到对面那些魂师施展的魂迹时, 立刻毫不犹豫地下令强攻。 因为, 与他们一同加攻对手的另一批魂师中, 那一道道闪亮的光彩, 正是天下第一辅助武魂七宝琉璃塔所闪现的光芒。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七宝琉璃宗所属魂师出现在这里, 但眼看着面前的机会, 唐三自然不会放弃。 而且也不用他说。 大师, 弗兰德, 刘二龙三人已经飞扑而出, 杨无敌直接回归到唐门阵营之中, 统帅自己破之一族的族人。 只留下独孤博保护唐三和勉强吊住口气的血液大地。 进化状态的三炮再次出现, 在多达二十个魂环的附加下, 他只是用出了一个以前从未使用过的技能, 就彻底击溃了五魂殿剩余魂师最后的防线。 金色的菱形菱片在阳光照射下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罗三泡猛地张开大嘴, 宛如长津溪水一般疯狂而贪婪地吞噬着空气, 下腹处伴随着空气的注入猛然膨胀起来, 瞬间放大,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他的身体就像是刺屯斗罗施展五魂真身时那样膨胀成了一个巨大的球体。 如果此时刺屯斗罗在这里, 和他相比也只是小屋间大屋而已。 膨胀成圆形的身体丝毫不显地蠢笨, 在空中滴溜溜地转了个圈, 用他那肥大的屁股对准五魂殿的剩余魂师。 砰, 唐三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团浓郁的金黄色雾气, 骤然从罗三炮身后喷出, 宛如雷鸣一般的震动, 令他身体周围直径三百米范围内, 所有魂斗罗以下级别的魂师都暂时陷入了僵持状态。 金黄色雾气所到之处, 五魂殿的魂师们宛如鸽脉子一般一片片倒下。 这才是真正的放屁如打雷, 轰天裂地罗三炮啊。 唐三脑海中还深刻地记忆着当初大师的那句咒语, 黄金圣龙状态下的罗三炮才真正发挥出了他那屁股的恐怖实力。 接下来的战斗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五魂殿这整整一千名魂师全军覆没。 或许是因为七宝刘离宗积蓄了太多的恨意。 这场战斗结束之后, 五魂殿千名魂师还能活着的不足三成, 全部俘虏。 其余魂师都已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 他们将当初五魂殿对七宝刘离宗的屠杀终于返还了一部分。 战斗结束, 唐门寺大长老唐主来到唐三身边, 微微躬身,宗主。 不论是最后加入战场的杨无敌, 还是另外三名长老, 此时脸上都充斥着难以掩饰的兴奋。 多少年了? 自从浩天宗宣布封闭之后, 单数四宗族在魂师界就饱受压迫, 包括浩天宗归义。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五魂殿而起。 金约大战, 全间对手终于令他们扬眉吐气了一回。 唐三微笑道, 四位长老辛苦了, 我们的人损失如何? 泰坦哈哈一笑道, 损失很小, 大都是受了伤, 但也没什么重伤的。 说起来, 我们算是减了便宜。 我们到这里的时候, 七宝琉宗的人就已经和那些五魂殿的家伙动上手了。 不用问我们, 也能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主公, 我们只是挡住五魂殿那些人, 不让他们逃跑。 再加上老犀牛他们玉堂的弟子, 一个个皮糙肉厚地跟城墙似的挡在前面, 除非是大败亏输, 否则我们的损失都不会太大。 正像他所说的那样, 四堂弟子中, 敏堂起骚扰作用, 玉堂主防御, 立堂和药堂主攻击, 近乎完美地配合。 再加上四位堂主都是老油条了, 那边有比他们更恨五魂殿的七宝琉璃宗在拼命, 他们下达的命令也自然是在首先自保的情况下, 再求伤敌。 损失自然就小得多。 白鹤有些惭愧地道, 请宗主责罚, 我们事先居然没有探查到五魂殿的这次行动。 失职了。 唐三微笑摇头, 道, 九宫, 这怎么能怪你们闽唐呢? 你们刚来到天斗城不久, 如果我预料得不错, 五魂殿这次潜入城中的三千魂师都是通过秘密途径进来的, 也应该是在你们来到天斗城之间就到了。 白鹤点点头, 道, 今后绝不会再出现同样的错误,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坚决的味道。 此时, 另一边也有五个人朝他们这边走了过来, 为首的正是七宝琉璃宗宗主宁峰智, 在他身后两侧分别是古斗罗古龙和只剩一条手臂, 实力受损的剑斗罗陈欣, 在后面就是奥斯卡和宁荣蓉了。 这一战, 七宝琉璃宗的损失也并不大, 有宁峰智与两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作证, 五魂殿那些群龙无首的魂师又怎能与这曾经的天下第二宗门抗衡, 这根本就是完胜的一战。 宁叔说, 唐三此时的身体状况已经恢复了几分, 赶忙迎上前向宁峰智微微失礼。 宁峰智微微一笑, 道, 唐宗主, 感谢贵宗援手, 这才让我们能够轻松地全监敌人。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但他无疑是将唐门和七宝琉璃宗放在了同等的位置上。 他这么做不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同时也是在告诉唐三身边的四位长老七宝琉璃宗与唐门之间只是合作的关系, 绝不是凌驾于其上的驾驭关系。 宁峰智此时已经拉着奥斯卡走到前面, 嬉戏一笑, 三哥, 没想到吧? 唐三微笑道, 确实没想到, 听那装扮成雪清河的千人雪说, 你们被两千名武魂殿魂师与皇室的两千名魂师一起围困在皇宫内的宗门之中。 怎么会? 宁峰智叹息一声, 道, 有了上次的教训, 我们又怎能不谨慎行事? 所谓角兔三窟, 在皇宫建立宗门之后, 我们就秘密修建了一条暗宝。 这件事只有陛下才知道。 发现被困, 我们只是留下了少量弟子, 吸引对方注意, 立刻通过地道前出, 准备到史莱克学员会合, 正好碰到聚集在这里的武魂殿那些人就动起手来。 七宝琉璃宗被毁, 宗门弟子大量伤亡是宁峰智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睿智如他, 怎会让悲剧重演? 唐宗主, 你刚才说化身雪清河的千人雪,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我们猜到与雪清河有关, 但具体情况如何却不清楚。 唐三将自己与毒孤伯, 杨无敌进入皇宫准备为雪业大地解毒, 结果遇到了千人雪带领两名封号斗罗伏击的事完整地说了一遍。 听完他的话, 宁峰智也不禁一脸惊讶, 雪清河竟然是冒充的, 难怪他能对雪业大地下手。 而且竟然还是女子, 这个千人雪隐藏得真是很深啊。 我作为他老师多年, 竟然都没看出来。 武魂殿真是用心良苦。 唐三道, 您说说, 我们先回学院集中吧。 替雪业大地解毒最重要。 只要陛下剧毒解除, 我们就能调动学院内的两千名皇室魂师, 加上七宝琉璃宗与我们唐门弟子, 足以击溃武魂殿此次来犯之敌。 稳定局面最重要。 宁峰智点头乘势。 众人不敢耽误时间, 立刻带领着众多魂师 以及那些被俘虏的武魂殿魂师 赶回史莱克学院。 独孤伯与杨乌迪一起为雪业大地解毒。 宁峰智与弗兰德, 大师他们商量反攻事宜。 唐三则找了兼近视修炼恢复。 在整个史莱克学院之中, 包括两大学院的所有学院在内, 此时已经集结了超过了六千数量的魂师。 但现在他们还不能展开行动。 如果贸然攻击皇宫, 相当于要与天斗地, 星号星号星号, 对碰撞只会让局面变得更加混乱。 只要雪业大地不死, 等他剧毒解除之后, 一切都不是问题。 所以, 现在所有人只能焦急地等待着。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中, 唐三充分展示出了他超强的恢复能力。 他所受到的伤势早在赶回来时, 就已经在蓝银黄右腿骨的恢复能力中痊愈, 所差的只是魂力恢复而已。 通过两个时辰的修炼, 他的魂力已经全部恢复。 只是精神还略微有些疲惫而已。 比恢复能力, 哪怕是拥有六一天十五魂的千刃血, 也绝对无法和他相比。 还没好吗? 唐三来到独孤伯和杨吾迪血液大地解读的房间外。 此时, 游离宗宗主宁峰制、古斗罗、剑斗罗、 唐门四位长老唐主, 以及黄金铁三角守护在这里, 就算是五魂殿叫黄比比东清制, 想要刺杀血液大地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宁峰制拍拍唐三的尖头, 再等等吧, 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我相信陛下一定能够转危为安的。 只要陛下没事, 这一次与五魂殿的博弈就是我们大获全胜。 还拔出了千刃血这颗毒瘤。 不过, 帝国与五魂殿的争斗也将渐渐摆上台面。 今后博弈会更加残酷。 你觉得千刃血这个人的各方面能力如何? 唐三毫不犹豫地道, 很强, 非常强。 他能在天斗帝国皇宫内至少隐忍了十几年的时间, 这是何等忍耐, 就像是巨腹蛇一样, 为了守候猎物能够等待几周的时间一动不动。 而一旦发动, 就是雷霆万钧。 这次五魂殿的行动可以说毫无先兆。 坦白说, 我们能够救下陛下, 很大程度上是运气。 而且, 这个女人形势极为果决, 自身实力也极为强悍。 这一次, 如果不是小五赋予我的十万年魂还起了作用, 败的就是我。 她的六一天使武魂极其可怕。 宁峰志有些吃惊地看着唐三, 六一天使武魂。 唐三点了点头, 道, 一种超强的武魂, 因为它出现的实在太少, 老师也没有太深的研究。 而且, 千刃血的这个武魂上, 还附加有一个极其强悍的天赋领域, 名叫天使领域, 其中的进化能力能够在战斗中进化对手的魂力, 限制对手, 增幅自身, 防不胜防。 只是我在与她的战斗中, 并没有发现她使用过魂骨技能。 如果只是六一天使武魂, 就让她强到了这种程度。 那么, 除非今后我能将双生武魂修炼到一定程度, 否则绝不是她的对手。 表面看去, 她的魂力等级比我高一个层次, 达到了魂胜境界。 可实际上, 我拥有四块魂骨之多, 还有两块都是十万年魂骨。 在这种情况下, 我才勉强击败她, 可见她所拥有的武魂是多么强力了。 宁峰制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上一代教皇的武魂也是六一天使, 千任雪就是传承了她的武魂。 可是, 在我教导她的时候, 她的武魂却是天斗帝国皇室的天鹅武魂, 魂环也只是五个而已, 连我都看不出破绽。 这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她也是双生武魂不成? 是伪装? 一旁的大师开口了, 没有任何拥有双生武魂的魂师, 舍得那样浪费自己未来潜力的。 天使武魂与天鹅武魂本身就有些类似, 只是翅膀的数量不同而已。 千任雪能够化妆成雪清盒, 显然是早已做好了准备。 小三, 你说, 她没有魂骨是不对的? 我认为, 她至少有一块魂骨, 而且肯定是接近十万年级别的魂骨。 而这块魂骨赋予她的, 就是伪装技能。 双重伪装, 一方面是伪装身体与声音的变化, 另一方面就是伪装武魂。 只是你说, 她还戴了面具, 那就证明这块魂骨的附加效果, 还没达到十万年魂骨的程度, 否则的话, 她甚至连脸都不需要戴面具了, 完全可以通过伪装技能来随意草纵自己身体的变化。 凝峰至惊讶地道, 还有这样的技能? 那这种人去做杀手的话, 岂不是会很可怕? 大师脸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这个千任雪确实很可怕。 宁宗主, 七宝琉璃宗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按说她是上代教皇之女, 总应该有些记录吧。 凝峰至想了想, 对于上代教皇后代的记录, 好像只有一条, 欲有一女, 夭折。 按照记录的时间来看, 千任雪的年纪应该在29岁左右。 这样看来, 真正的太子殿下早已遇害了, 他潜入代替也至少超过了十年时间。 以他29岁的年纪, 魂力就达到70级以上, 确实是天赋异禀, 甚至不比小三他们差。 大师, 我还是不明白, 您所说的这种拥有伪装魂迹的魂骨, 我以前怎么从未听说过? 大师的面庞看上去更加僵硬了, 我也只是知道一点, 还是当初比比东告诉我的。 他曾经提到过一点皮毛的东西, 说是在武魂殿中, 有六块传承千年的魂骨。 这六块魂骨, 只有拥有六亿天使武魂的魂师才能使用。 每一块魂骨都是99999年, 只差一线才是十万年级别。 除非有人能够同时使用这六块魂骨, 才能将它们同时激发到十万年级别, 从而成为神一般的存在。 这六块魂骨被称之为天使神装。 这件事, 大师甚至没对唐三讲述过。 唐三惊讶地问道, 老师, 难道使用这六块魂骨还有什么难度吗? 大师点了点头, 道, 使用这六块魂骨对魂师的要求非常高, 不但要拥有六亿天使武魂, 而且还必须有极其强大的天赋, 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根据我的判断, 上一代教皇之所以死在你父亲手中, 就是因为自身实力的问题。 他虽然也拥有六亿天使武魂, 但在面对你父亲的时候, 最多也就是刚刚达到封号斗罗级别, 甚至还只是一名魂斗罗。 你所说的天使领域, 又被你父亲拥有的杀神领域克制。 这才一举击杀。 而且我能肯定, 上代教皇拥有的天使神装数量, 绝对不会超过三块, 甚至很有可能只是一、两块而已。 看来,在天赋和后天的领悟上, 这个千刃血要比上代教皇强了许多。 我可以肯定, 当这六块魂骨同时被使用时, 就会形成上次你身上出现的那种魂骨铠甲之类的能力。 而且, 增负效果会恐怖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 确实可以被称之为神一般的存在了。 唐三道, 那千刃血的天赋极好, 领悟力也绝不会差。 他要是拥有了这六块魂骨, 在辅佐比比东, 我们岂不是, 大师摇摇头, 想拥有天使神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据说, 吸收最后一块魂骨石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魂力百极。 宁峰至吃惊得到魂力百极, 这果然是个苛刻的条件。 在我们魂师的历史上, 似乎也只有传说中才有那样的存在。 魂力达到九十级以上, 没增加一级都极其困难。 尤其是到了九十五级以后, 更是一片艰难险阻。 不知道九十九级冲击百极是一个怎样的情景。 我知道, 低沉内蕴的声音通过这三个字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这说话的正是独臂的剑斗罗陈欣。 在见这位剑斗罗, 唐三心中有种奇异的感觉, 陈欣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静默了。 整个人都像是沉寂于无形之中的尘埃一般, 可越是这样, 他带给唐三的感觉就越是奇异。 尽管看上去, 他失去了用剑最为重要的右臂, 可唐三却丝毫没有觉得他的实力减弱了。 在刚开始接触七宝琉璃宗的时候, 大师就曾经对唐三说过, 这位剑斗罗才是七宝琉璃宗内最为可怕的一个。 就算没有宗主宁峰制的增幅, 他的实力也强得可怕, 乃是当今天下第一攻击魂师。 他那独一无二的武魂裁决之剑 更是七五魂中少有的能和浩天锤相比的强大武魂。 而他的魂力更是高达96级。 可以说, 上一次武魂殿袭击七宝琉璃宗, 如果没有剑斗罗陈欣的爆发, 与古斗罗一起在宁峰制的增幅下利挫对手四名封号斗罗, 七宝琉璃宗的结局就和蓝电霸王龙家族一样。 虽然宁峰制的增幅可以达到恐怖的百分之百效果, 但是, 这只是数字上的计算而已。 实际上, 一名封号斗罗在他的权力增幅下 也很难与同等实力的两名封号斗罗相比。 对手完全可以选择游斗或者是攻击宁峰制的方式来消耗他们的联系。 可就是这样, 剑斗罗和古斗罗还是击败了四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这就证明了, 他们两人要比五魂殿派来的四名封号斗罗强上不少。 此时, 从陈欣口中说出我知道这三个字, 没有任何人会怀疑, 因为他是在场所有强者中唯一一个魂力超过了95级的人。